宝子们,在开始今天故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听说过鬼眼吗?在民间人们通常把它叫做阴阳眼 据说这种眼睛能看到一世界的东西 通俗的讲就是能看到阴间的人 而一般来说婴儿出生后七天就会睁眼了 但是听我外婆说,我到一岁的时候才会睁眼 而我一睁眼,我爸就出了车祸 高架瞧他了,只有这一辆车被压在了桥底下 出事的时候车头被压成了一团 只有我在后备箱里逃过了一劫 宝子们,本篇故事130分钟,分三即发 请大家准备好WiFi 好了,故事开始了 听说当我被救出来的时候,双眼都是血红血红的 就像从那地狱里爬上来的小罗刹 所以,别人都说我的眼是鬼眼 外婆总告诉我,村子里的人都是乱说的 什么鬼眼,不过就是拿来吓唬人的说辞 但是却总有一些大人会告诉家里的小娃娃们 让他们不要和我走太近 因为,我有一双鬼眼,我是不祥人 我妈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大出血没熬过去 因为我一直不会睁眼,加上村里人的风言风语 所以我爸就打算要扔掉我 他是送货的,于是就把我藏在了后备箱里 打算找个地方把我扔掉 可谁也没有想到,刚把我送出门他就出了车祸 整辆车都被高架桥砸成了泥 只有在后备箱的我逃过了一劫 外婆知道了这事后,直接就去我爸家里把我给抢了过来 你们不要娃娃,我要 至此,我就一直跟着外婆生活了 我并不认得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但是我认得外婆,在我心里 外婆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外婆年纪大了没什么营生 平日里就种种菜,养养鸡 也算是没让我饿过肚子 但生活并不算富裕 不过后来村子里修桥的时候 请来了个长胡子的老道士 那老道士在村子里看了好多娃娃 一开始选中的是村长家的娃娃 后来又带着人来到了我家 他指着我说 这娃娃是天生的鬼眼童子 因为上辈子造了太多的杀孽 所以这辈子注定要被怨起缠身 除非能够自己破局封怨 不然活着客亲客友 死了冤魂不散 最好的法子 就是赶紧把鬼眼童子给人打升装 在桥底下给人人踩 缓解此生的孽债 说着 跟着他来的村长就拿出了三千元 要从外婆手里买下我 大姐 反正这娃娃没爹没娘的活着也受罪 不如就让他早些还了孽债往生吧 而且这大师也说了 娃娃的命不好 不如就舍了他算了 那时候的三千元可以建上一间新房子 站在村长后头的舅舅舅妈 看着那红艳艳的票子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也是纷纷劝着外婆把我给了老道士算了 但最后 被我外婆甩着扫把直接就是给扫出了门 呸 他没爹没娘 但还有我这个老婆子 我在 你们谁都别想要害他 但被赶出去的舅舅却在那里说 娘 你这么宝贝这扫把星 难不成以后还指望着他给你养老吗 那一天 外婆给我煮了一锅子的鸡汤 一边看着我吃 一边对着我说 简简 你不是外婆的扫把星 是外婆的小福星 那些人都是在瞎说的 你不要理他们 不过 那个老道士有些话的确是说对了 因为 我的眼睛真的不一样 外婆带着我一起上去 给坟头拔草 真久 不过收拾干净之后 外婆就让我先去一边玩了 她有话要单独对我妈说 那时候我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纪的样子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所以我很乖 外婆既然这么说了 我就一个人在四处逛了 反正平时我也没什么好朋友 也都是一个人在山野间撒欢的 小孩子嘛 嘴巴都是馋的 在山上 我看见了一棵枇杷树结果了 于是我就踩着树下的一个小土坡上去摘了果子 果子不是很大 但味道却很香甜 从树下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你干啥子哟 又是踩我 又是用果盒砸我 我低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着碎花凹子的扎双马尾的小女孩 在那边生气的看着我 她的一双眼睛瞪得跟核桃一样大 整个脸颊看起来圆鼓鼓的很可爱 对 对不起 我刚刚没看见你 学校里的老师教我们要讲文明 但是在山里又没有垃圾桶的 所以我吃了的果盒就直接丢下去了 是真的没有想到我居然砸着了人 只不过踩人 我刚刚明明是直接踩着地上来的 哪里踩到人了呢 不过 我还是下意识地道歉了起来 而听到了我这话 底下的小女孩却是插起了腰 你居然看得见我 那 你打算怎么陪我 说着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情 随后一下子跟猴似的爬上了树 她的速度很快 没过一会儿就坐到了我的身边 而下一秒那个女孩子说的话 却是更加让我害臊起来 那这样好了 你以后娶我 这样就算陪我了 这 这怎么行 虽然我的年纪小 但是也懵懵懂懂知道了男女之间的区别 头跟波浪鼓一样摇了起来 可就在我拒绝的时候 坐在我身边的小女孩却是翘起了腿 你 不答应吗 这可不行了 此时我才发现 那小女孩根本就没有脚 原本明亮的大眼睛 现在也只剩下了两个黑洞 随后她一把抓住了我 带着我狠狠坠到了树下 瞬间 我就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自己的床上了 身边是满脸着急的外婆 我只觉得自己全身软乎乎的 没什么力气 等到后来我才知道 就在我坠到了树下之后 我妈坟头的一只蝴蝶就引着外婆找到了我 那个时候我半截身子埋进了树下的小土包里 好不容易外婆才把我给拽出来 我的身上并没有摔伤 只是额头的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后来找了懂事的人来看 才说我这是在到了人家早腰的南南坟头上 受惊了 给我开了几道浮水化开喝了 这才捡回一条命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 那天那个女孩为什么会说我踩着她了 因为 我踩着的不是土地 而是她的坟包 在我们这里早腰的娃娃都是不立背的 只会买一个小土包就算了 所以 我这是真的见到鬼了 我 难道真的有一双鬼眼吗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外婆 并且问她 我是真的有一双鬼眼吗 外婆沉默了许久后 才开口嘱咐起了我 简简 这件事情你绝对绝对不要告诉别人 当你看到了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会看到你 什么鬼眼 那些东西我不懂 外婆只想你平平安安 听了这话 我点了点头记在了心里 此后再看见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都会告诉自己 我没有鬼眼 我真的没有鬼眼 就越来越多了 马路上只有半截身体的大叔 写字楼下浑身血污的女人 颈盖上趴着的没有脚的孩子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明显 他们会和普通人一样 偶尔我也会中招 但是只要学会无视 不要去理会 那些东西发现不了我 也就找不上我的麻烦 只不过我不想找麻烦 可是麻烦还是找上了我 我还算得上争气 多年后成了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在拿了奖学金后 我去了临江大学读书 今年是我在临江读大学的第三年了 以后努力打拼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但有些事情它不是消失了 只是暂时没有被激发罢了 而越是被压抑住 等到爆发的时候 就会越可怕 那天傍晚 我和往常一样 去帮我的室友孙子诚拿快递 但不凑巧 这刚拿完快递 雨就刷刷的下来了 快到校门口的我躲避不及 只能是抱着快递 就往躲进了旁边的亭子里 那是学校外面的一个小公园里的亭子 原本我是打算等于小一点再往前进的 但没想到这个时候 却看到了一个熟人 亭子的角落里站着的女生 不就是比我小一介的学妹 茉莉吗 我们之前一起做过猫咪救护员 救助过学校里的几只野猫 也算是熟人 于是我喊了她一句 茉莉 听到我在叫她 她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好一会儿才缓缓向我靠近 这时候我才发现 她的手上居然有伞 看见我没带伞 她更是邀请我和她一起走 面对着别人的好意 尤其是一个女生的好意 我实在是不好拒绝 于是 就这样我们一起同行了 只不过我毕竟是男生 所以出去的时候 我很自然的就接过了茉莉手中的红伞 那把伞柄是金属制的 上面刻着两个锁在一起的爱心 看起来很精致 而且够大 正好撑得住我们两个人 就这样她一路送我到了宿舍楼下 只不过就在我进了宿舍楼 转身要和她道谢的时候 却发现一转眼茉莉人就不见了 那时候的我并没有在意 只以为茉莉是直接回自己寝室楼了 却不知道命运的齿轮 已经开始旋转了起来 天哥 你怎么那么久才回来 人家等的花都要谢了 哎呀 我的宝贝有没有淋湿啊 一进门 我的孙子室友就开始埋怨了起来 孙子诚一边埋怨着 一边急切地对着我伸起了手 拿走了她的宝贝快递 那里面是她等了许久的首伴娘 面对着浑身狼狈的我和她心爱的首伴 她果断选择了后者 放心 淋死我 也淋不坏你的宝贝 刚要不是茉莉给我撑伞送回来 你天哥我就要淋死在路上了 一边说着 我也将手上拿着的另外一个快递 也放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也许是刚刚外面的雨太大 天太冷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人也有些哆嗦 但在听我提到了茉莉这个名字后 还在床上的孙子诚却是一下子来了精神 整个头凑到了床边 开始八卦了起来 茉莉 是小辣椒的那个是有茉莉吗 天哥 我就说了 那个姑娘对你有意思吧 你还不信 一边说着 这家伙就开始挤眉弄眼了起来 而我则是挥了挥手 让那家伙哪里凉快哪呆着 去你的 可别胡说 听到我这么说 死胖子孙子诚还是在那边做怪 一直在那边八卦着我和茉莉的关系 还不停地说 要是我对人家也有意思的话 就让另外一个是有张欣来帮我们撮合撮合 而我回应他的 就是赏了他几个热乎乎的脑蹦子 并且威胁在这样下去 我就不帮他带东西了 孙子诚虽然身形有我两个大 看起来就像是一团行走着的肉衫 但平日里懒得出奇的他 靠的就是我这个宿舍保姆头位 发现我是真的有些生气了 他也是赶紧闭嘴 一下子老实的就像个安蠢 虽然在临江的这三年 我过得很平静 但是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自己的情况 只要我这鬼眼在一天 我的世界就绝对不可能和正常人的一样 教训完了孙子诚之后 我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打开了那个属于我的小快递盒 盒子不大 里面是一本泛着黄的册子 第一页是几个被图改的看不清的字 上面是草草 三三 活活 谣 心 像是什么谜语游戏 就在我想要翻阅到后面的位置 但那小册子上就像是粘上什么大力胶一样 完全就翻动不开 而在这个时候 床上的孙子诚探出了头 问我和那本空白本子较劲什么 于是我赶紧把那本子拿给了孙子诚 却发现那东西在他的手中 非常轻松的就翻阅了起来 只不过上面密密麻麻的草草 三三 活活 谣 心 在孙子诚的眼中却是一片的空白 草 这个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赶紧将那东西给扔进了寝室外的垃圾桶内 不可能吧 不可能鬼眼又来了吧 我在心里安抚着自己 但是那种莫名不妙的预感 却是渐渐从我的心头涌起 晚上九点的时候 宿舍里另外两只从外面打篮球回来了 我们宿舍除了我和孙子诚之外 剩下的是会名叫色胚的李斯和恋爱脑张欣 他们刚打完球回来 所以一回来就一前一后冲进了厕所洗澡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铃声传来 那是张欣的手机 此时刚刚张欣才从厕所出来 头发还是半湿的 所以手机开启了外放 电话的另外一头是他的女友宋妍妍 外号叫做小辣椒 平时两个人最喜欢打肉麻电话 还总是喜欢外放 所以每次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我都会假装耳聋 不去听他们那些逆逆歪歪的情话 但这次小辣椒说出来的话 却是差点把我们宿舍的屋顶都掀翻了 什么 你说你们宿舍的莫里死三天了 真的假的 张欣在那边回应着小辣椒刚刚和他说的话 但是听到了他的话语 我却是猛然一惊 莫里死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明明刚刚 他才送了我回来呀 而在这个时候 一直在床上戴着耳机打游戏的孙子诚也被吓到 他愣愣地看着床下的我 天哥 你不是说刚刚莫里才送你回来的吗 莫里 真的死了 尸体被确认身份后 小辣椒他们就去配合调查了 三天前莫里去坐家教兼职后 就没有回来 那时候他们宿舍的人只以为 莫里是和之前一样 因为没有末班车了 所以留宿在了坐家教的地方 一方面我也是想彻底脱离鬼眼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有些事情不是我想要躲避 就能够躲避的 死时 宿舍里的灯闪烁了一下 随后整个宿舍就陷入了一片昏暗 卧槽 停电了 老子头还没冲呢 一边说着 健壮的李斯从浴室里 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 虽然外面又开始下雨了 但隔着水汽 还是能够看见对面明亮的楼宇 我去 对面怎么没停 该不会是跳闸了吧 我的位置离门边最近 所以我准备去外面看看电闸 只是 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 不是昏暗的楼道 而是 一张煞白的面孔 那是 撑着红伞的浑身湿漉漉的茉莉 帮 我 一阵微弱的像是冒着泡泡一样的气声传来 那一瞬间 茉莉的怨魂离我的距离不足三指 有什么东西被她一把塞到了我的口中 下意识的我就想要出声 但是又害怕嘴里的东西会枪住 只能是不自觉的倒退了两步 但我比较倒霉 不小心踩空了 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 就在此时 房间里的灯再次亮了起来 而门外 什么都没有了 天哥 你怎么了 冷不丁的我感觉背上来了力道 一看才发现竟然是张欣的小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身后了 此时 他伸手将我一把给拉了起来 也将我刚刚被吓跑了的魂给找回了一些 但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摇摇头 然后 我张开了嘴 从嘴里吐出了那个东西 那是 一枚指甲片 一枚 画着黑色猫咪的指甲 下意识的 我就想呕吐 可是我转头去拿纸巾的时候 却发现在我身后扶我起来的张欣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茉莉的样子 那双惨白的 湿漉漉的手继续搭在了我的肩头 随后从我的耳边再次传来了那两个字 棒 我 又是那种 极为奇怪又沙哑阴冷的声音 同时 还带着一点淡淡的茉莉花香 但我 却只觉得透心凉 夏天 夏天 怎么人说着话 就睡过去了 把我叫醒的是张欣 原来刚刚他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突然就睡过去了 而刚刚的停电 还有那诡异的指甲 都只是我的梦 可 真的是我的梦吗 想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舌头上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而我伸出舌头 从上面取了那个东西后 却发现 那是 一枚指甲片 真的是一枚 画着黑色猫咪的指甲 看着眼前的东西 我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而身边的张欣 他们也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异常 原本他们还开玩笑 说我这是背着他们交了女朋友吗 怎么这女孩子的美甲片都在我的手上 但是 在听到了我刚刚的梦境之后 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天哥 你这 你这该不会是真见鬼了吧 胆子小的孙子诚 现在已经是满脸惊恐的模样了 而此时 我也只能将鬼眼和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给了他们 一开始他们还不敢相信 但是我的人品他们几个很清楚 我是绝对不会对着一个 已经死去了的女生 开这样的玩笑的 而且又是这么多年的哥们了 我也没有必要去欺骗他们 总之最后张欣 李斯和孙子诚 还是相信了我说的话 实话说这么多年了 除了那个小女孩之外 茉莉是第一个直接找上我的鬼 但 她到底要干什么呢 天哥 这茉莉为什么会找上你呀 这是要来个人鬼情味了 那茉莉 该不会之后就直接带着你下去了呀 孙子诚是又菜又爱瞎讲话的 只是听到他那么说 我反射性的一脚踹上他的腿肚子 天哥 你别老是欺负老师人啊 我这 我这也不是在帮你想办法咯 只不过孙子诚这货 在被我教训了一下后 总算是不敢再乱说话了 而此时 瑟佩李斯却是说出了不同的想法 也许 他想要你帮忙找找凶手 找凶手 听到李斯这样说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 我哪有本事帮他呀 我一个穷学生 自己都照顾不了 怎么去帮人呢 可如果你不帮他的话 也许 也许他还会来找你 听到李斯这么一说 我整个人就是呆住了 两次了 我已经遇到莫莉的鬼魂两次了 就算是我这么多年的训练 心脏够结实了 但被他这样子一直吓唬着 我也是真的害怕 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过气去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想到这里 我也没顾及这寝室的熄灯时间 直接就是打算先出去 这寝室 我是一分钟都呆不下去了 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出去 老子今晚一定要出去 但此时的我还没有料到 后面发生的事情 会比现在的还要离谱 虽然说我要出去睡 但现在的我 是肯定不敢一个人在外头住的 没办法 我只能是死命拉上李斯 带着他出去开了一碗房 按照道理来说 我和孙子诚那个家伙是最要好的 应该拉着他才对 但没办法 孙子诚是个闹祸 他待在我身边 不能给我半分的安全感不说 估计还要吓得躲进我怀里 而这张心的身子 虽然更加壮实些 但我实在是被梦中茉莉 变成他的模样给吓到了 生怕他再来个猛男变脸 所以 我只能是拉着李斯这个色胚 出去开了房 学校外面都是情趣酒店 看到我和李斯两个大佬爷们 出去开房的 酒店前台的眼神里 都满是挪鱼 显然 这是把我和李斯看成是一对的了 要是歌往常 我肯定就是直接对过去 但现在 我怂了 我真他妈怂了 老子就是怕了 老子就是想要人陪 老子就是没有李斯不行 虽然说我也害怕李斯 那个色胚对我做些什么 但总好过和女鬼贴贴 只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第二天当我醒来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却是那个 第二天我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 居然是熟悉的寝室天花板 靠 怎么回事 而此时 李斯也醒过来了 脸上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天哥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 底下刚刚外面跑步回来的张欣 也是吓了一跳 卧槽 你们怎么在宿舍 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 现在的我不仅是害怕 莫莉那个女鬼 我更是害怕这间熟悉的宿舍 于是我赶紧就起床 想要离开 只是当我穿好衣服 打开房门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我去 当我穿越房门时 原本应该是屋外走廊的位置 却是再次变成了 我们404寝室的房间里面 我足足实验了十次 全部都是一样的场景 我出不去了 而此时 我的身上又起了那熟悉的 秘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天哥 你怎么出去又回来的 一直开门关门的 也太磨叽了吧 孙子成的床就在门边 此时因为我的这些动作 他显然是被吵醒了 可是 面对这个情况 我只能是悠悠的对着他说了句 孙子 你当我是不想出去吗 老子是压根出不去 后来经过试验 我们才发现 如果我们强烈的 想要逃离宿舍的话 就永远离不开这间宿舍 不仅如此 就算我们成功压制住了恐惧 想要离开这座校园 可只要午夜12点过后 我们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宿舍 这时候 别说是最二次元的孙子成了 就算是最不二次元的 连动漫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张欣 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绝对就是惹到什么脏东西了 实话说我有鬼眼 从小遇到了不少奇怪的事情 我自己也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 连我的室友也遇到了怪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老实说 这是不是鬼打墙啊 天哥 别不是茉莉真的缠上了你 连带着我们也要被他干掉 是不是真的要你和他结个冥婚 这茉莉才会愿意放过你啊 孙子成那个孙子 一边在吃着薯片 一边在那说着风凉话 只不过这时候 这孙子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害怕了 甚至还有闲心吃薯片 看恐怖片 而我当然是不会理会他说的这些 直接就是一把 抢过了他的薯片干了起来 谁知道呢 不过 我觉得 他也许不会要害我吧 如果真的要害我的话 他早就害了 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其实这几天我也发现了 如果说茉莉真的要对我做些什么的话 大可以像那个女孩子一样 直接就找上我的麻烦 没必要这样吓人 这几天经历了那么多次诡异事件 还真没看见茉莉对我做些什么 天哥 说不定这茉莉是有什么冤情要找你帮忙呢 就在这个时候 孙子成说出了这句话 而这句话却是一下子直击了我的脑壳 难道说 茉莉真的是有什么忙要让我去帮忙 于是第二天 我们宿舍就开了紧急会议 最后还是决定让张欣去探探消息 很快 张欣就把自己的女朋友 也就是茉莉的室友小辣椒给喊了过来 你们再开玩笑吧 茉莉 怎么可能会托梦给她呢 这要托梦也是来找我们啊 小辣椒一开始也是完全不信的 可再来到我们宿舍 看到了那个指甲片后 整个人的脸色都不对了 这是我给茉莉做的穿戴甲 怎么会在你们这儿 此时我才仔细观察 这个指甲片看起来和正常指甲差不多 但是材质却还是不一样的 听小辣椒说 这是女生之间流行的穿戴甲 可以用胶水粘在指甲上的 并不是真正的指甲 虽然去配合了调查 但是小辣椒并没有机会看到茉莉的遗体 也不能确认茉莉的尸体上 是不是还带着她给她做的美甲 但是绘画的习惯和笔触是不会变的 这手里的指甲片就是她做了送给茉莉的 所以小辣椒第一时间就怀疑 是我对茉莉做了些什么 但很快 她的理智回归 明白如果我真的对茉莉做了什么的话 也就不会自己拿出证据来提醒她了 莉莉托梦了 看着面前的指甲片 小辣椒在那边思索着 但过了一会儿 她抬起头 泛着水光的眼睛看向了我 夏天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的话 请一定帮帮莉莉 她一直说希望明年能去过儿院实习 这样就能帮助更多像她一样 没有爸妈的孩子了 而且我们本来还说 今年圣诞我们一起去拍一套圣诞照的 但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说着说着小辣椒就哭了起来 似乎是想起了之前和茉莉相处的种种 越发的伤心了起来 而小辣椒不用求我 我也一定会去帮茉莉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窗外又下雨了 此时404的阳台上 湿漉漉的茉莉正站在那 她和之前一样 撑着一把血红色的伞 眼睛直直的看向我 此时 她的脖梗上是一条红色的血痕 正在缓缓流淌出烟红的血液 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 下一秒 她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一种湿冷的感觉 瞬间从她的身上传了过来 我的身上 那熟悉的鸡皮疙瘩再次冒了出来 而此时 那个阴冷又沙哑的声音也传来了 帮 我 随后 茉莉的眼睛突然变得漆黑一片 一抹笑意从她的脸上流露出来 而我 只觉得周遭一下子变得很冷很冷 就像是 沉溺在潮湿的河水之中 又冷又透不过气来 恍惚间 我好像看见了什么 后来我才意识到 那是茉莉被害那天的场景 那一天 茉莉和往常一样 在节假日的时候去给别人做家教 茉莉和那个叫做贝贝的小女孩关系很好 自从她成了贝贝的家庭教师之后 贝贝的妈妈都说这孩子爱笑多了 贝贝之前在外地读书 是要中考了才临时撞回来读书的 贝贝在这里没什么朋友 而且临江这边的题目要比外地的难一些 再加上贝贝的爸爸妈妈忙着做生意 也没有什么时间管她 所以转校过来后 贝贝的成绩下降了很多 直到茉莉来做她的家庭教师之后 同样喜欢猫咪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很快就熟了 没过多久 在茉莉的精心教导下 贝贝进步了很多 那天是礼拜天放假 贝贝的奶奶特意请她留下来吃饭 所以茉莉就在她家吃了饭后再教书了 但是越是临近考试 贝贝的心情就越不好了 因为要中考了 贝贝的压力很大 总觉得自己没办法考上理想的学校 以后肯定也没办法实现她的理想 做一个医生 而在这个时候 茉莉却是一直在鼓励她 而且茉莉和她说 等贝贝中考结束 她就去说服她爸妈让她养一只小猫 后来完成家教工作已经是晚上九点后了 我们的学校在郊区 本来过去的车就很少 更何况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所以更是没有直达车了 没办法 茉莉只能是先坐公交车到总站的时候 再打车过去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公交总站 在那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总是有很多的黑车司机 一般来说 回去晚了的学生都会在那里拼车 拼满了车就开了 师傅 我去临江大学 那天雨下的特别特别大 让人看不清外面的路 原本她以为还要再等等人满的车才会开的 但今天只有她一个人 师傅也开车了 开着开着 车子开到了一个桥洞底下 然后就熄火了 接着 那个陌生的男人从座位底下拿出了一把小刀 朝着后坐着她走去了 茉莉虽然极力反抗 但最后那把刀还是划破了她的脖梗 她的喉管在不停地冒着泡 一丝丝冷风不停地灌入她的身体里 所以 即便是成了怨魂 茉莉也说不出什么话 因为喉管都被切断了的她 发不出完整的声音 流着血的她 被那个凶手扔进了雨后涨起的小河之中 河水淹没了她的鼻腔 口腔 最后带走了她的生命 而她 真的不想死啊 她 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去做呢 在水中她痛苦的挣扎 但最后还是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已经是白天了 我只感觉自己的脑袋里闷闷的 耳朵里好像全是水 除了被闷住的感觉之外 别的什么都感觉不到 而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床前 孙子诚那个家伙在啃着苹果 哎 天哥 你醒啦 接着就是一场的兵荒马乱 所有人都围到了我的床前 直到医生确认我没有事情了 他们才离开了 今天礼拜几了 天哥 已经礼拜五了 你都睡了一整天了 听到这个信息 我赶紧就是跳了起来 顾不得后面孙子诚那个家伙 还在叫嚷着 让我好好休息的事情 我就赶紧收拾一下 往外面跑了 回到宿舍 我将那样东西塞到了 自己的外衣口袋里面 然后就赶紧往外跑了 我知道茉莉想要我做的是什么了 她不想让那个孩子 留下永远的音音 她根本就不想伤害我 只是只有我能看见 只有我能看见 所以她才想要请我帮她 她无法离开 但是如果有我的陪伴 她就能离开 就像是之前一样 从外头一直跟我走到宿舍楼那里 而这次的中考时间是在周六 所以我必须在那个孩子考试前联系上她 想到这里 我的动作更加快了起来 根据着我之前看到的记忆 费了很大功夫 我终于找到了贝贝的家 开门的是贝贝奶奶 你好 贝贝在吗 我是茉莉老师的哥哥 她有些东西 要给贝贝 没办法 我一个成年男性 去找一个小女生 如果没有什么合适的身份 人水也不会让我见的吧 一开始贝贝奶奶还有些愣神 而在这个时候 贝贝正好出现在了门口 明明在记忆中 那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孩子 但是现在名叫做贝贝的孩子脸上 却是挂着非常明显的黑眼圈 一看就知道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 你是谁 莫老师根本就没有哥哥 一看见我 贝贝就是满眼的防备 而此时 我却是从兜里拿出了那枚指甲片 贝贝 这是茉莉之前做的指甲 你还记得吗 那天 你还夸她这个指甲做的好看呢 我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来帮茉莉给你带一句话 说着 我看向了对面的贝贝 贝贝 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 但能认识你 成为你的老师 茉莉她真的很开心 然后 我打开了手机 上面是茉莉的朋友圈 朋友圈的最近一条信息是 贝贝同学 要加油啊 而此时 茉莉正站在贝贝的身旁 试图抱一下这个自己疼爱的学生 只可惜 她苍白的手最终还是穿过了贝贝的身体 抱了个空 她的身体越发的淡了 我知道 属于茉莉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知道贝贝后来有没有实现她的目标 但是我看得出来 在我说了这些话后 那个孩子看起来轻松了很多 背负着一些东西 是很难往前走太远的 而茉莉的确是个好姑娘 这样的好姑娘 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的 而此时 虽然我只是个普通人 但我觉得除了鼓励贝贝之外 也许还有一件事情 我能够帮茉莉去做 一开始我还有些犹豫 还有些害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这样算是间接的杀人凶手 但是这几天的相处 让我早就不能将茉莉 继续看成是普通的学妹了 也许是因为曾经看见过她的记忆 让我越发觉得自己身上 有一部分似乎和她交融了起来 看着脸色发白的她 浅笑着看着贝贝 想要拥抱一下贝贝的模样 我的心里也越发觉得心酸 诚然 茉莉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 她热爱小动物 是一个好老师 可是这样好的女孩子 最后还是遭遇了不幸 虽说选择上黑车的人是她 但茉莉只是做了个无奈的决定 难道她就该死吗 但凡能有最后一趟末班车 但凡学校附近的监控完善 但凡黑车能够被管理好 那么茉莉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她的生命也不会被终结 在这样美好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些事情 第一次 我觉得我不能再无视一切了 我撑着那把红伞站在雨中 心里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礼拜天的晚上 依旧还是下着雨 路上很多辆车子停下 但简单对话后 我就挥挥手 没了要上车的意思 今天的运气真的不太好 到了十点也没有等来我要等的 也不知道明天 还下不下雨 看着身旁撑着红伞的茉莉 我说了一句 也许是因为已经看习惯了 之前看一次下一次的茉莉的鬼样 现在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而听着我的话 茉莉也点点头 不过很快 茉莉抓住了我的手 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了一场段话 只不过我还来不及继续询问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一辆车开来了 你们 去哪 前面的司机打着双闪 停在了我们身边 而看着里面的人 我接上了她的话 师傅 她去临江大学 我妹有点晕车 麻烦师傅开到校门口哈 说完 我开门送茉莉坐上了车子 接着我关上了车门 目送车子离去 鱼还在下 但我知道 这辆车应该永远到不了站了 因为有鬼眼 我能够清楚地看见这辆车上满满的血字 就和茉莉脖子上流淌着的一模一样 我曾经听到老一辈的人说 溺死的水鬼 总是要找替死鬼的 而杀死茉莉的凶手 不正是她最好的替死鬼吗 希望茉莉的怨气能够被化解吧 这一次 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为了茉莉 像她这样好的姑娘 不应该永远被困住的 第二天 当地出了一个新闻 在雨夜中一辆面包车坠入了河中 车里一名中年男性溺亡 而诡异的是在她死前 才打了110和警察自首 她承认 就是她奸杀了女大学生茉莉 并且一直在说什么 自己那个时候看到街边 撑着红伞的茉莉就魔证了 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她求着茉莉放过自己 自己会自首坐牢 自己会用下半辈子 来偿还这场罪孽的 但是 那个男人还是没能活着去到警局 这件事情实在是很诡异 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茉莉是因为没有直达学校的车 才选择坐黑车的 而且那一路上没有灯光 也没有摄像头 才会让那个凶手做案成功的 如果不是她自首了的话 没有任何证据 估计现在也不会有人知道凶手就是她的 为此 校方紧急出资 修缮了学校附近的路灯和监控 而公交车公司 也特意新增了几班直达车 可以让晚归的学子安全返校 那一带的黑车则是遭到了严格管制 连带着附近的治安也好了不少 远离危险最好的方法 是扼杀所有可以滋养她的温床 都说人心隔肚皮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不要提供测试人性的机会 而学校里 学生们也自发纪念起了茉莉 我看着出狱女鬼茉莉时的那个小亭子里 现在摆满了茉莉花 那是茉莉生前最喜欢的花 其中有一束 上面写着的卡片是送给最好最好的茉莉老师 还有几束 卡片上面盖了几个猫爪印 挺好的 我想原来除了我之外 能记住她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而我也送了一束 之后每当下雨时 我还总能闻见淡淡的茉莉花香 而那时候的我也不知道 命运的齿轮已经悄悄转了起来 在茉莉事件之后 宿舍里的那群隋友给我取了个外号 叫大神 因为全程只有我看到了茉莉 并且通过线索推测出了茉莉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而且我也成功的化解了茉莉心中的怨念 将她送走了 所以宿舍里的那群傻逼在我的床上和桌子上 放上了苹果和供礼 试图直接把我供起来 大神 明天我能能约路遥学姐一起去看电影啊 或者助我萌萌走桃花运啊 大神 快来帮我抽卡 给我来个大保底 让我一直赢赢赢 大神 求你保佑我考研考工考啥都顺利 毕业之后直接和小辣椒三年爆俩 但我能送给他们的不是祝福 而是一串的白眼 借 我 拿 走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要是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第一个要保佑的就是我自己 什么考研 考工 桃花运 三年爆俩的 你们当老子不想要吗 而且在茉莉走后 我是真的真的不想再遇到什么诡异事件了 这平平安安的读完大学 然后以后留在临江 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但有些事情 好像真的不是我想躲就能躲开来的 比如 那该死的鬼打墙 没错 就是那该死的鬼打墙 原本我们都认为 我们无法离开这座校园 是因为茉莉的怨念 在解决完茉莉的事情之后 我们就能恢复正常的 但是 在茉莉找了替死鬼离开后 这股神秘的力量却是依旧没有消失 我们就好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样 根本离不开学校 怎么回事 还是出不去 这个气死惊虫上脑的掌心了 原本这小子打算和小辣椒五一放假出去玩几天的 结果因为这该死的诅咒 他压根就没办法离开 难道 还有别的东西 在那玩游戏的孙子诚接起了这话 一下子换来了我们一群人的白眼 说什么呢 这茉莉都已经走了 还能出什么事呢 是啊 还能出什么事呢 只不过 我的脑海里却是想起了最后送别茉莉的时候 茉莉突然在我手心里写下的那些话 那时她的眼神变成了一片血红 手心里她写字的速度很快 如果是平时的话 我根本就来不及阅读 但是那时候她写下来的文字 却像是放电影一样 一下子就映入了我的脑海 夏天 我们才是一样的 我离不开了 但你还可以 我会帮你的 你一定要自由 所以 你必须做出不一样的 明明茉莉说过要帮我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离不开呢 难道 不是她的怨念把我们困住的吗 而且 还有一件怪事 之前那本被我丢掉了的小册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我后来又是图丢了几次 甚至是烧掉了两回 但那东西却还是每次都能完整无缺的出现在我的枕头底下 并且除了那些诡异的字符之外 上面出现了一句话 茉莉 讨替成功 似乎这也在预示着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尤其是我们这群学生 虽然我的心里觉得奇怪 但被困在校园里并没有太影响我们的生活 原本我也几乎不在外过夜 所以那所谓的诅咒也影响不到我 日子还是每天照常的过着 不过这几天 宿舍里的色胚李斯却是难得的忙了起来 听张欣说 李斯一直暗恋着的那位学姐 正在布置毕业展 所以这色胚这几天一直在忙着给人献殷勤 说什么都要帮人布置 而且因为学姐的毕业展上缺人手 所以李斯这个色迷心翘的家伙 竟然是直接把我从图书馆里给拉了出来 人带着每天黏黏乎乎的张欣 小辣椒 甚至连宿舍里最爱偷懒的孙子成都被拉过来 冲作了苦劳力 拜托拜托 哥们未来的幸福就全依仗着各位了 要不是这个色胚发誓保证 之后一个月的垃圾他扔了 给小情侣订了一套烛光晚餐 还要给孙子带一个月的早餐 估计我们这几个是怎么也不会跳这个火坑的 毕竟这毕业展可真的是妥妥的一个苦茶室 我是知道他们这毕业展缺人手 但我是真的没想到 我虽然没去过工地 但这几天的日子 我感觉自己和工地上的工人们也没什么区别 尤其我们几个是不怎么懂艺术的 直接就是成了全场的苦劳力 哪里需要哪里搬 靠 李斯 你这臭小子 老子算给你害惨了 好不容易搭完横架 连口水都没得喝得张心 因为身体强壮又被人喊去搬辣相 死气了 简直是一口气都不给他歇的 而我的身材没有那么强壮 因此就在那边爬爬梯子 挂挂画 还算是勉强吃得消 不过这样一痛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脱了层皮 连孙子成这样不爱动的 也是肉眼可见的少了两斤肉 好不容易 才挨到了不展的最后一天 不过 这些在李斯那个色胚眼里 看来都是值得的 人家女神在得了他这么一道帮助后 终于是答应和他看场电影 吃顿饭了 给李斯这家伙乐得不行 一直在那边说着什么 这哪里辛苦了 我们这不展一回 也算是掌掌见识 其实心里打什么算盘 谁看不出来 我是懒得看那骚包孔雀开屏的 反正现在也不好走 第三号听的时候 我看见了一面白墙 在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 画像上是一个女孩 坐在河边洗着长发的场景 那女孩的眉眼温柔 眼角带一颗类质 穿着一套靓丽的民族服饰 而四周则是草木山石 而画作的底下 写的信息是 作品河边的少女 作者 沈青 这画自然是美的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越是靠近这面墙 我越是觉得那种熟悉的 阴冷的感觉又蔓延了上来 身上那熟悉的鸡皮疙瘩 也是渐渐冒了出来 糟糕 不会吧 那画卷上那少女的一头黑发 无量的厉害 让人看了就一不开眼 此时我隔得很近 更加觉得眼前的不是画 而是一头真实的秀发 突然 一阵微微的叹息声 从我的耳边冒了出来 那声音越来越响 那种声音就好像有锤子 在我的耳边敲打着一样 瞬间我的脑海里 就冒出了之前看过的一些 鬼故事和恐怖电影 例如买了假发的少女 最后被假发活活勒死 诱惑是 那些头发中生了变故 拨开头发后 又出现第二张脸的怪物 而且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这个掌管此时目之所及就我一人 越发显得诡异了起来 照理说 正常人如果发现了氛围不对的话 应该是不会再继续靠近了的 但是 此时的我好像被眼前的画吸住了一样 不自觉的伸手想要靠近 卧槽 又来 我试图去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远离眼前这明显有问题的画作 可是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 好像不再是我的身体了 此时我的左手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一把身处准备触碰这幅禁忌的画作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却从画卷的背后传来 那面挂着画卷的白墙后面 传来了一个声音 同学 你也喜欢我的画吗 不过 展区作品请勿触碰哦 说着 一个穿着白色衬衫 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从墙后走了出来 他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那双眼睛更是明亮秀丽 但 我身上的鸡皮疙瘩就是冒得更加厉害了 因为 他的脸上不只有一双眼睛 他的脸上密密麻麻的 都是眼睛 实话说 我的鬼眼也看到过不少东西了 但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东西 原本应该是光洁的额头和脸颊的位置 此刻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眼睛 随着对面那个男人的浅笑 脸颊上的眼睛便是挤作了一团 变成了弯弯扭扭的奇怪形状 那些眼睛不只是大小 形状不同 他们睁开盒上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冒着雪花丽的老式电视机一样 一会儿闪动着黑白色的铜人 一会儿又变成只剩下眼皮的皮肤 看起来 就像是沾满了白蚁翅膀的墙壁一样 我看久了只觉得发毛 甚至胃里都有些犯恶心了 但是下一秒 眼前这名叫做沈青的男人又恢复了正常 能够被我的鬼眼看到的 自然不是什么正常的东西 但是只有那些眼珠是鬼物 而沈青居然是人不是鬼 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点看路迷了 我并没有把自己刚刚遇到诡异的事情 告诉面前的这个人 只是下意识地和他道歉了起来 我画的头发有点喧宾夺主了 整体不太和谐 你觉得会吗 也许就像是断地维纳斯才有那种特殊的美感 我的意思是 我这幅画也许弱化头发 反而能更和谐 沈青似乎很是随和 也没管我之前的不礼貌的行为 直接就是询问起了我的看法 而此时 看着面前的沈青 再看看墙上的那幅河边的少女 我只是摇摇头 我觉得那头发很漂亮 是那种有生命的漂亮 应该 不用修吧 如果说一定要为了画面和谐 而修改掉那么好看的头发的话 不是太可惜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这句话 到底哪里戳中对面人了 只是在我说完这句话后 对面的沈青却是无嘴笑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她的笑才停了下来 是吗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沈青的步伐 却是不受控制地走向了那幅画 下一秒 她就从兜里拿出了什么尖锐的东西 一把划向了墙上的画 很快 墙上的画从头发中间裂开了一条缝 完美的东西 只能震撼一瞬 但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只有不完美 只有遗憾 才能被人永远记住 随着沈青这样的话语 她脸上那些眼睛竟然同时眯了起来 就像是全部在微笑一样 而此时 我距离她很近 所以我能看到 她的那双眼睛里出现了 密密麻麻的红色铜仁 将她的眼睛染成了血色 那个名叫做沈青的男人 真的是很古怪 上一秒她才疯狂地将那一副给割裂 而下一秒 她又开始斯文地对我说抱歉 不好意思 吓到你了 我这人就是这样 在面对创作的时候 总是很不自觉就陷进去了 她的脸上变来变去 实在是古怪 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她 但我却不得不承认 面前的沈青似乎真的是人 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在她恢复正常的时候 周遭那股阴冷的气息就彻底消失了 我的鬼眼是不会骗我的 如果她是和莫莉一样的体质的话 在现在这个室内环境下 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早应该冒出来了 但是现在除了她刚刚变脸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不舒服犯恶心 除此之外 我的身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感受 难道说 她就是那个把我们困在这里的东西吗 想到这里 我就忍不住的想要和她套近乎 我赶紧借口自己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听她讲起了画中的故事 据说 这幅叫做《河边的少女》的画里画的是她的初恋 淼淼 那是一个温柔明媚的女孩子 不过多年前因为事故去世了 所以到现在她还不能忘怀 于是 她就根据那个女孩子生前的照片 画出了这幅画 而这只是系列作品的一幅 沈青现在还在创作后续的画作 其中还有特意为女孩画的毕业照 我觉得如果是她的话 拍毕业照一定很漂亮 我想 虽然我看不到她拍毕业照了 但是如果我能把她画出来 也许她就能活在画中的世界里了 看得出来 沈青是真的很怀念画中的少女 眼里的深情几乎可以滴出水来 只不过说着说着 她却是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随后揉了揉 呃 我有些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面前的沈青竟然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 但下意识地想要询问她现在的情况 而此时的沈青却只是挥了挥手 没事 我只是眼睛有些酸了 酸了 只是有些酸了吗 为什么在我眼中 她整张脸上的眼睛却是一下子都流出了血泪 一滴一滴地将她的整张脸涂上血色 老实说 沈青的情况真的很奇怪 但我总觉得 我们现在的情况肯定和她有什么关系 于是之后 我托里斯帮我打听了一下 听说这沈青是艺术系的红人 以后是要走纯艺路线的 在艺术学院里很受欢迎 不过这个人在创作的时候 也是系里出了名的风 但是被她这么一弄 原本有心想要收藏她作品的人 也没有再提收藏的事情了 因为和大部分人一样 那些收藏家们也是被画中少女的一头绣发给吸引的 失去了完美绣发的少女 看起来就像是缺少了灵魂一般 很多人都觉得沈青这是创作创风了 自己毁了自己的画 真的是脑袋秀斗了 可后续的发展确实超出了大家的预料 就和沈青所说的一样 完美的东西只能震撼一瞬 但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只有不完美 只有遗憾 才能被人永远记住 手臂完美 还是没有手臂的不完美 令她显得完美 也有一群网民们在思考 到底沈青想要探索的是 怎样的一幅画中的故事 但不管怎样 学校的名气 因为沈青的这一系列操作得到了切实的提升 原本就把沈青看作是宝贝的院领导 更加是喜爱这个出了名的学生 也因为有了名气 所有人都更加关注沈青如今正在创作的作品 所以在沈青提出要模特配合她进行创作的时候 院里很快就组织了20名学生配合她 而为什么需要20名学生配合她 那是因为沈青这次要创作的作品 叫做《毕业照》 而画的就是20个在5年前就死了的学生 我真的好想他们 能看到他们长大的样子就好了 沈青这样说着 旁边的跟过来配合的学妹们 已经露出了花痴的神情 在这样的年纪 尤其是大学校园里 一个有情有义有才华前途无量的沈青 的确会是不少女生的梦中情人 只不过 如果他们和我一样 能够看到此时沈青脸上的鬼眼的话 估计就发不了这样的花痴了 但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为什么鬼物会一直附着在她的身上呢 按照道理来说 茉莉是因为心中有怨气 所以才会在世间停留 那么沈青脸上的眼睛呢 那些是什么 也是鬼物的怨气嘛 那她是从哪里沾越来的鬼物 而这些鬼物又想要做些什么呢 奇怪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让我忍不住对她越发的感到好奇起来 所以这一次 在听李斯说沈青在寻找模特画画的时候 我就主动答应去做模特 而李斯这个家伙 也为了能在学姐面前多多表现 也是跟着我一起去当了模特 我说 这模特是真的没有门槛的吗 不是我挪于李斯 实在是李斯这个人吧 长得不难看 但就是长得有心着急了 这原本走在路上 人家都不会把她当作是大三的学生 只会把她看作是 已经在社会接受了十年独打的社畜 而现在 穿上一整套的高中校服来 cosplay高三学生 这实在是让人看了都直皱眉头 我这旁观者都看不下去 更何况是画疯子沈青呢 只不过她比较委婉 没直说人不合适 只是说画面构图不对 中间还缺个老师 让这个李斯同学坐中间 正好完善一下画面布局 而听着这话 李斯自然也是没有不同意的 屁颠屁颠就坐到了正中间的位置 美滋滋的乐的坐在那儿当模特 这憨货是真的没有听出来 人家是嫌她长得着急 而她空出来的位子 也很快被人顶上 我们就这样站在那儿 给沈青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又站了两小时给她打行 这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走的时候 李斯还在那里乐呵呢 也不知道那沈青把咱们画出来 会是什么个样子 不过 看这架势 说不定咱们也能跟着出一套名呢 对于她的白日梦 我送了她两个热乎乎新鲜鲜的白眼 而此时的我也还没有意识到 沈青这个人不对劲 她的话更不可能对劲 沈青的话是在半个月后画完的 正好赶上了五月底第二批毕业画展 而这个创作速度 按照那个学姐说的 算是巨快无比的了 因为这幅画的面积巨大 几乎有一整面墙那么大 他们都觉得沈青学长是天才 不 是触手怪 不然他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画完这么巨幅的作品呢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毕业照 因为知道沈青画的是 二十个五年前就已经死去了的学生 所以私底下我们都说沈青画的这幅画 应该叫做阴间毕业班才对 听说这幅画做极其神奇 让人看了就觉得心内平静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收到了众多收藏家抛来的橄榄枝 只不过沈青却不愿意出售 对她而言 这幅画是极其特别的 听说她将会留存着 作为她日后的画展的压台作品 对此 我们自然是极度好奇的 非常想看看这幅作品到底是怎样的 说话说 一开始看那幅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 画面上 是二十个学生和一个坐在中间的老师 李斯的位置自然是不用说的 中间的老师虽然容貌和他不太一样 但是神态神韵却是出奇的一致 而我也很快去寻找了自己的位置 我站在第二排中间的位置 就在李斯的上面一点 自然很快也找到了 只不过 画中的人 是一个女生 那女生有着一头黑得发亮的长发 眼角带着一颗类质 那是 河边地少女的主角 那是 渺渺 不过 就在我望向了笑语音的少女时 却忽然看见 那温柔的看向前方的少女 竟然一下子转过了头 只剩下了 那一头长发扑洒在画面的正中 然后少女越走越远 消失在了画面的正中 接着 我感觉自己的肩膀一沉 然后一道沙哑的声音 就这样从我的耳边传来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那股冷风 就这样吹进了我的耳畔 让耳朵上的细小绒毛 一下子就抖了起来 终于 找到你了 帮我 或者 死 随后我转头看去 一排密密麻麻的 穿着学生制服的家伙 就站在我的身后 那是 沈青话中的阴间毕业班 而那个名叫做渺渺的女鬼 眼里正哗啦哗啦渗着血 靠北 我真的是怀疑 最近我是水腻了 不然 为什么最近才送走一个茉莉 就又来了一波 看着那一排站着的 穿着学生制服的学生鬼 还有此时站得离我 最近的沈青的初恋 我的喉咙控制不住的 咽下了一口唾沫 只觉得自己浑身的 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 整个人的腿都在微微发抖 而此时站在我身边的李斯 居然还在那边念叨着 没想到啊 居然把老子化成了老头子 真是可惜老子这帅气的脸庞了 卧槽 这个时候那个傻逼 还在说什么帅气的脸庞 他是真的看不见 自己身边的好兄弟 已经被一群真正的好兄弟给缠住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悠悠的声音再次传来 毁了这幅画 我要 你帮我毁了这幅画 毁了这幅画 开玩笑吧 第一次我的确是什么都不知道 差点就碰到了那幅河边的少女 但是现在 我可不是傻子 这眼前的毕业班是沈青的得意画作 光是听别人说的报价 就是把我拆成块卖了都不够的 毁了这话 我他妈就算是能活下来 下辈子这泡面我还吃不吃得起都是另说的了 我不过是一个小镇上来的穷学生 每个月的生活费连一千元都没有 我哪里有那个本事赔得起哦 如果说刚刚我还是有些恐惧 害怕自己的命会丧在女鬼的手上 现在 我听到了女鬼的请求 也顾不上这浑身竖起的鸡皮疙瘩 直接 就是一个摇头 把我切碎了按筋脉 我都赔不起 毁了这话 还不如宰了我算了 如果说之前茉莉吓唬我的那几次 我是真的害怕鬼物了 那么现在 我就是在害怕 再控制不住 也是要控制住 但是此时 女鬼并不是在和我谈条件 只见眼前的女鬼直接拉着我的手 让我去触碰眼前的话 眼看着我就要穿越围栏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想到那天价的赔偿金 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 直接让我和她僵持了起来 在我有心反抗的情况下 她居然也是奈何不了我多少 到后来 我更是一狠心 脚下一个松立 直接就倒了下去 虽然说我的胳膊上一阵吃痛 似乎是扭到了 但好歹 那股女鬼的力量算是消失了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发现那些东西已经全部消失了 此时我才明白 这天底下只有一个鬼是最可怕的 那 就是穷鬼 当我在医务室处理好身上的伤 然后回去把事情告诉室友们的时候 李斯直接就是跳了起来 什么 天哥 你说刚刚 刚刚我们身边全是好兄弟 说起这个 李斯的脸色一下子就惨白了起来 显然是被吓得够呛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在茉莉的事情结束之后 居然我们身边还能遇到一群鬼怪 那 那些东西到底要干什么呢 他们还会再来找你吗 宿舍里的这三个损友虽然做事不靠谱 但是在关键时刻 却还是不约而同担心起了我的处境 他们是看不到的 虽然跟我一样被困在这个校园里 但生活是真的没什么影响的 可我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能看到那些东西 而且收到那些东西的讯号 实话说 如果不是我非常确定 自己天生就是六感比较敏锐 而家里没有半点与玄学有关的传承的话 我都要怀疑自己家 是不是什么传说中没落的除妖世家了 不然 我怎么一直在遇见这样的事情 不过现在 当务之急还是去调查这些东西 第一 我要知道这些毕业班的学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怨鬼 第二 为什么他们就附身在沈青的身上 为什么会一定要我毁了那幅画呢 总归到最后 我的脑子还是灵清的 很快就给自己制定下了计划 当然 我的这些个随友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的 李斯说 他会去学姐那里帮我打听消息 学姐和沈青是同一届的 说不定会知道很多事情 孙子诚说 他会在网络上寻找线索 当初如果一下子死了那么多学生的话 一定在网络上会留下痕迹的 张欣说 小辣椒他们宿舍就有人很迷沈青 应该也能从小辣椒那里得到些线索 就这样 就被打听得七七八八了 这多亏了孙子诚高超的黑客技术 听说 那群学生是在毕业之前进行了一次集训 而事故就发生在集训回来的路上 那天就在他们途径一条山路的时候 正好之前下过雨 带来了泥石流 山上的土块混着泥水 直接砸在了他们的车上 那辆车 连带着车上的老师和司机 直接就是全部坠落了悬崖 那天那些集训的学生中 唯一幸存的就是沈青 听说那天他因为看到了很漂亮的云朵 并没有坐车回去 而是选择自行回去 所以才没有遇上事故 有人说 像他这样的天才 就连老天爷也舍不得带走他 沈青 真的是又有才华又有运气 当然 在事故后 沈青因为思念自己的同学和老师 所以重病了一场 但此后沈青像是走了大运 因为幸运的身份 他更加被人关注 一下子就出名了 这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关于绘画天 才从死神手下逃过一劫的故事 只不过我一想到沈青的脸上 不计其数的流着血泪的眼睛 我就总觉得 哪里有些不对劲 到底是哪里呢 直到我在那边翻阅着 那些关于事故的新闻记录的时候 我的脑袋里才想到了一件事情 如果是集训的话 应该就和咱们军训或者春游差不多的吧 这有学生想要独自留下来 这老师会同意吗 当我把自己心中的疑问说出来的时候 孙子诚直接就是附和起了我 这肯定不会啊 我那时候春游起不来 想在宿舍睡觉 都被我老班拉出去了 说是不能放我一人独自行动 是啊 这正常的学校活动 有同学就算想要独自行动 这老师怎么可能会轻易同意呢 但是 在所有的报道中 大家都觉得沈青是天才 所以沈青的老师同意了让他自行回去 可 谁知道沈青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也许 他撒谎了 不对 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 所以才会被那群意外死亡的学生们缠上 想到这里 我知道 如果我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唯一的方法 只有找到沈青 只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从李斯那边突然传来了消息 沈青 昏厥了 沈青昏厥了 现在就住在医务室 听说是因为感化而过度疲劳 加上他之前就有点工作狂 一创作起来就不吃不喝 有点营养不良 所以才会昏厥了过去 但身体还好 只是需要好好休息 并没有大碍 不过这样也好 之前我还在想 如果我直接去询问沈青的话 是不是会有点太刻意 说不定反而会引起沈青的警觉 让我没有办法得到真相 而现在他受伤住院了 我正好借着关心学长的名义 来到他身边好好调查 就这样 我们带着鲜花和水果去看望了沈青 其实照道理来说 沈青现在的情况应该是要去医院的 但是因为人是在学校里昏迷的 加上沈青自己也不想太过折腾 所以就住在了医务室 只不过因为住了他这么个大明星 原本宿进了医务室里 被沈青的迷媚和粉丝们 送了不知道多少的礼物 一下子给塞得满灯灯的 不过尽管是这样 看到我们来看他 沈青还是表现得很开心 哈哈 没想到再次见面竟然是在这里 虽然说沈青是因为疲劳过度而昏厥的 但是画画似乎是他的生命 尽管是在医务室里 他还是拿起了画本 在那边涂涂抹抹 而看到他这个样子 尤其是脸上没有那些眼睛的样子 我实在是有些想不到 沈青到底是做了什么 才让他被那些东西缠上的 但是有因才有果 经过了茉莉的事情之后 我才明白 很多事情绝对不会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样的简单 沈青在不画画的时候 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他说着自己对于绘画的创想 说着自己为什么会创作 毕业班和河边的少女 他此时的样子 完全没办法 把他和别人口中的话 疯子联系到一起 不过就在我询问他 当年为什么 他没有坐上那辆死亡校车的时候 沈青却是脸色微变 但是很快 他就调整好了 然后继续回答我的问题 可能真的就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吧 那天我看到了一朵很漂亮的云 那真的是一朵很漂亮的云 可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 右眼却是忍不住的一眨 似乎是有些沙子进了眼睛了 沈青克制不住的拿手 捂住了他的右眼一下 我们询问他怎么了 而沈青只是白白手 说自己最近敢画 从里面慢慢渗出了血来 沈青的眼睛会觉得不舒服 似乎就与着血红色的同仁 有着莫大的关系 不过就在沈青闭眼的时候 那同仁和血迹 却是一下子就消失了 回忆起我和沈青 这仅有的几次接触里 似乎每一次那诡异的同仁 都是出现在沈青说话的时候 似乎那些同仁 能够反映出沈青的某种状态一般 而那些状态大多都与化作 不对 是都与那阴间毕业班里的学生有关 突然 我的心里有了一个猜测 沈青 再说谎 除此之外 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沈青的这种状态之外 似乎阴间毕业班的学生鬼 和莫莉的状态也是不同的 在此之前 莫莉虽然吓唬了我很多次 但是那大多都是托梦 对我而言是只有恐惧 而没有危险的 可是现在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 我怎么觉得 这些鬼物似乎比莫莉要来的强大多了 甚至可以 甚至可以像现在这样 直接伤害到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那些阴间毕业班的学生鬼 还要我去毁掉那话呢 如果是要毁掉那些话的话 他们既然可以触碰到我 也能触碰到沈青 为什么不直接让沈青毁掉那幅话呢 如果是怨恨沈青的话 他们明明可以自己折磨沈青 就像现在那沈青觉得疼痛的眼睛一样 重重的迷雾还在眼前 而唯一能够解开这层迷雾的 只有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有预感 沈青绝对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 沈青并没有在医务室休息多久 打了几天营养液后 他就恢复正常了 不过听里斯说 沈青的身体没事 但是他的眼睛却是疼得越发严重了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眼睛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尤其是一个画家 眼睛不适的沈青几乎无法拿起画笔 只不过 沈青去了医院做了不少检查 但是眼睛里却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有的异样都被归结为他疲劳过度 医生能够给出的建议就是好好消息 而在这个时候 我再次找上沈青 学长 也许我有办法帮你解决眼睛的问题 只需要你毁掉那张毕业照 你的眼睛就能舒服些了 这次看到沈青的时候 他的两只眼睛里都出现了血红色的铜人 那些铜人在不停地蒸大 流血 似乎下一秒就会彻底炸裂 而我会这么说 当然不是说我知道了治疗沈青眼睛的方法 只是我想如果能够利用这件事情 完成那件鬼物及我的任务 自然是最好的 一开始沈青并不相信我的画 但接下来我的话语 却是让他愣神了 学长 之前你画完那幅河边的少女 应该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吧 他们不想让你画出他们 不想让你踩着他们一步步往上爬 所以才用这种方法阻止你 当划破那幅画之后 那种疼痛感就应该消失了吧 我想起来 在我出狱他的时候 也曾经看到过那血红色的铜人 但是在沈青划破那幅画之后 那些红色的铜人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这些红色铜人 是不是他疼痛的来源 但是我知道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一点的话 沈青就能帮我完成那件事情 只不过在听到了我的话语后 沈青却是笑了起来 学弟你在说什么呢 我实在是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我只是在纪念我的同学们 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什么东西的话 他们应该感恩不是吗 此时的沈青笑得很温和 如果不是现在的我看得见 他那张脸上密密麻麻的眼睛的话 估计就要相信他所说的这些话了